哈喽大家好,我是一根热爱电影的老条 本期带来一部《一个杀人犯》 带着自己的孩子在监狱生活的故事 珍惠生死力竭地生下一个男孩 并为他取名为敏语 生命降临,本是全家欢乐的事情 对于珍惠来说,却注定不被家人祝福 因为他亲手杀死了自己的丈夫 也就是孩子的亲生父亲,他是一名杀人犯 孩子出生后,他还要继续服刑 珍惠在监狱里面带起了孩子 即使得不到家人的祝福 在监狱里面也有很多关心他的人 即将迎来孩子周岁生日之际 珍惠的狱中好友们都鼓足了劲为敏语准备礼物 狱中好友文玉奶奶为孩子准备了韩服 而胖花和花子他们是监狱里的老大 简称玉霸,很多人都聚为他们两个 花子和胖妹为敏语向其他的育友勒索礼物 女狱警还为敏语准备了电子琴 他们几个人在牢房为敏语举办生日宴会 牢房被布置得十分文心,摆满了鲜花和气球 和这里的环境显得格格不入 像普通小孩一样,面语也要抓烟 地面上摆着有笔、针管、球 可面语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抓起了一旁的手铐,还一脸吃笑 这可把在场的人吓得不轻 这孩子可不能不他妈的后尘呢 文玉奶奶安慰真会,说这孩子将来一定会当法官 这才让大家安心下来 大家一起开心地照着张相 女监狱科长赶来,打断了他们的快乐时光 搜查了他们的房间,怒斥了他们的行为 不尽人情的监狱科长还把他们的合照撕碎 警告他们,这里不是野营 要遵守监狱的规定 科长走后,真会只能偷偷将照片粘起来 文玉奶奶不断地安慰他 无论多么的苦 只要真会能够看到敏宇的笑容 就什么烦恼也没有了 让真会感到奇怪的是 敏宇只要听到他的歌声 就会哇哇大哭 一旁的文叔奶奶还嘲笑真会 这一天,大家像往常一样在牢房休息,谈笑 玉京带来一个新的凡人短发妹 胖妹率先开口,给那个新来的犯人立下规矩 可是短发妹完全不理会他们 周身散发出一种丧气 还将明语推倒在地 这下真会可不干了 抓住短发妹的头发直接开打 短发妹也不是吃素的 无奈只能看来玉京来处理 真会为什么如此暴躁 原来,姑姑灵的真会 本以为自己的丈夫给了他一个可以遮风挡雨的地方 可没想到是无尽的地狱 长期受到丈夫的毒打 甚至在怀孕期间也是如此 再次阻打中,真会反抗 失手将丈夫杀死 而立别被关金币的短发妹 心里的创伤也很大 自己的信念和信仰也在继父强奸自己的一瞬间崩塌 他失手将继父给打死了 还迎来了母亲的指责 他不停地尝试去自杀 不堪回首的往事使他再次发狂 不停地撞枪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闲暇之时,他们在一起除了聊天 最快乐的时光便是等待来自亲人的信 文叔奶奶一直会坚持写信 但始终没有收到过回信 就连给女儿打电话也会被粗暴地挂断 或许在监狱里面 音乐才能抚平他们内心的忧伤 合唱团来为他们演唱 真会十分地感动 感觉那就是天类之声 天真的会阵一响天开 向长官提出阻止和尚团的请求 令谁都没有想到的是 长官竟然同意了 可是五音不全的真会 就连名语都无法接受 又怎么能去登上舞台去唱歌呢 可这丝毫不影响真会的热情 因为他如果办成合唱团 就能得到假释 真会大张旗鼓地在监狱里面招募歌手 为了吸引前来报名的人 竟然告诉他们可以出去演出 结果招来了预警的责怪 实力不强的真会 只能找来文育奶奶帮忙 文育奶奶自顾不暇 拒绝了真会 他的女儿前来看他 无论文育奶奶如何祈求女儿 女儿依旧对他有着很深的恨意 从始至终都没有叫过他妈妈 临走时还诅咒了文育 和文育奶奶不同的是 短发妹的妈妈会经常来看她 但是短发妹从来不会见她 只能徒留母亲一个人孤单落寞的身影 母亲一直觉得对不起短发妹 觉得自己没有保护好她 希望可以得到她的原谅 文育奶奶被拒绝之后 伤心地坐在钢琴旁 无端地弹奏这悲鸣曲 原来年轻时的文育奶奶 是一个极富才华的钢琴演作家 有一个看似美满的家庭 然而就在她演出完回家时 发现自己丈夫竟然和自己的朋友搞在一起 一气之下由爱生恨 愤怒之下开车撞死了他们 一时的冲动能解除恨意 但她忘记了女儿 对女儿的亏欠 是她几十年来不断地忏悔 真慧和玉景都在为和尚团发愁之际 忽然听到大堂里面传来文育奶奶的琴声 真慧不断地祈求着文育奶奶 终于在半推半就之下 和尚团有了演奏师 可真慧依旧为和尚团发愁 敏语再次跑向短发妹示好 短发妹只有看到敏语 呆滞的眼神才略有转动 几个监狱犯人来对短发妹进行挑衅 真慧发现孩子被推倒在地 十分气愤地冲向了那四个人 短发妹也加入到保护孩子的团体中 与那些人撕打了起来 他们被打得满身伤痛 带到了医疗室 他们发现短发妹身上有很多的伤痕 短发妹经常自杀 但是每次都不成功 在身上留下了一道道疤痕 他们为短发妹感到可悲 真慧再次请求文宇奶奶 答应负责成立这个合唱团 并根据这些人的音色 来亲自为她安排位置 所有人都唱完 真慧也在文书的奶奶的鼓励下上了台 尽管她唱得十分的难听 就连名语也难以接受 文宇奶奶还是给她安排了位置 经过挑选 发现缺少女高音的一拨三折 让她们更为难的事情出现了 长官们决定取消合唱团 在真慧不断地争取之下 决定给她们六个月的时间 如果不行就要解散 真慧十分的开心 因为她终于能够实现自己愿望了 回到牢房的途中 她听到了来自短发妹的天类之声 这让真慧看到了更大的希望 他们在排列厅不断地练习歌唱 小小的监狱真是卧虎藏龙 景欲也会弹钢琴 成为了他们的一份子 文宇奶奶决定出击 让短发妹加入 短发妹不但拒绝了她 还对文书奶奶说出了过激的话 凤嫩的文书打了她 拂袖而去 短发妹不是不想自己的母亲 她从窗户再次看到 来看望自己的母亲 看着独自走回去的背影 短发妹忍不住哭了起来 文书奶奶因为短发妹的话 也变得闷闷不乐 尽管真会在一旁不断地安慰 但依旧无济于事 短发妹也意识到自己的话过激了 她主动前来向文书 他们两个竟然能自然而来地敞开心扉 短发妹形成的苦楚 终于倾诉出来 并且加入合唱团 她站在舞台上 仿佛她就是世界的中心 用心去演唱 令所有人为之动容 原来短发妹是音乐学的高材生 突发情况再次出现 敏语生病了 在真会的再三请求下 狱警通议她跟敏语一起去就医 但前提是要戴着手铐 他们在医院遭到了很多人的白眼 和母爱是伟大的 无论怎样的境遇 她对敏语的爱都是不会变的 善良的女警解开了真会的手铐 让他们有了短暂的相处时间 排练照常进行 但内部发生了巨大的冲突 为了让他们敞开心扉 温叔奶奶让他们每个人 依次来诉说自己的过去 每个人都是因为各种各样的无奈而犯了罪 并且为自己的罪过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真会感谢每个人对她的照顾 她对生活重新充满了希望 这让短发妹十分有感触 即使身处困境 但依旧不放弃生活 短发妹开始训练真会唱歌 真会也十分认真的学习 日子一天天过去 在短发妹不懈的努力下 真会终于不再跑掉 六个月的日子很快过去 他们整装带发站在舞台上 自信地展现自己 欢快的歌曲 轻松的舞步 每个人的脸上都流露出开心的笑容 他们的快乐感染了所有的观众 也包括监狱长 他们都沉寂在成功的喜悦当中 很快 棉宇到了要离开的日子 即使很伤心 真会还是强忍着背上 答应送走了棉宇 不断地告诉自己 这样才是对敏宇好 孟母三千 环境对一个孩子是多么的重要 到了约定的日子 真会亲自送走了敏宇 敏宇是合唱团的精神寄托 他走了 所有人都无精打采 母亲和孩子是心连着心的 失去孩子的真会 仿佛失去了灵魂 冰冷的雨打在他身上 也毫无感觉 游游们把全身试入的真会 带回牢房 他终于释放了自己 连日来期压在心中的情绪 合唱团的工作照旧在进行 每个人都唱得有气无力 真会无精打采地回到队伍当中 此时的合唱团死气沉沉 女玉景在众人的起哄中 唱了一首活跃气氛的欢快歌曲 每个人又像重新注入灵魂一般 充满干净 合唱团不停地歌唱 度过了一个个春夏秋冬 这里有的人已经行满释放 但合唱团依旧继续 在一个午后 玉景急急忙忙跑过来 告诉正在训练的他们 他们没必要请去外面参加大型演出 这让他们每一个人都感到十分地开心 真会回到牢房里 拿出自己孩子的衣服 也忍不住哭泣 他多么想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 不仅是真会 每一位做了母亲的犯人都心惜自己的子女 玉景悄悄地联系犯人的家属 希望他们可以去看表演 但是犯人们也有他们的顾虑 亲人们是否还会记得自己 在监狱做了万全的准备 带着他们来到了剧院 可是从他们下车的那一刻起 就遭到来自各方人们的白眼 但是他们无所畏惧 剧院很大 金碧辉煌 真会在走廊看到一个十分像名语的孩子 他不顾一切地追了出去 巧的是那个孩子也叫名语 他翻开孩子的手 发现并没有黑字 有一些失望地离开 临上场前 由于紧张 他们想要上厕所 在他们去厕所的路上 看到了相向而行的人 忍不住转向了墙 这是在监狱才有的规定 他们连出来 也无法摆脱自己曾经被关押的事实 他们排着队 有刺激地进入洗手间 还在里面洗手的贵妇 看到这些人也避而远之 匆忙离开 连自己摘下钻石戒指都没来及拿 就离开了 因为贵妇放进自己的戒指 就误认为是被人投了 向警官寻求帮助 这支监狱合唱团 成为了第一个被怀疑的对象 一群警察冲进来 将他们带出化妆间 整整齐齐地排在走廊的墙边 双手抱头 被狱警无情地搜身 不明一切的犯人向人群观望 尽管狱警再三阻断 无奈寡不敌众 他们还是当众被搜了身 不明一切的观众 还在等待着女子合唱团 却被告知表演取消 犯人们不堪欺辱 主动将自己的衣服 一件一件退去 以证明自己的清白 真慧就是不肯脱衣服 反抗那些侮辱自己的长官 却被那些警察反案在地 就连一向严肃的女科长 也来指责负责人 为他们争取演出的机会 监狱长赶来 制止这场荒唐的举动 心灵上受了伤的犯人们 无助地坐在化妆间哭泣 随时科长带来好消息 演出照常进行 他们穿着洁白的裙子 走在舞台中央 洁白色象征他们心灵的纯洁 虽然已经犯下了过错 但是已经得到了上帝的原谅 心灵得到了洗涤 他们不应该被任何人怀疑 他们已经付出了代价 随着音乐高歌 唱出了自己心中的哀伤 歌声如气如素 感染了赛强的每一个人 亲人们看着他们走出阴影 都忍不住哭泣 这是最美的和声 只因唱出了新声 一曲唱吧 观众们起身欢呼 文叔奶奶女儿也来了 只不过悄悄地站在了角落里 舞台的另一边 突然响起了天籁同声 每一位小天使 牵着他们每一位的手 或许是心灵的感应 牵起真慧的真实谜语 他们动情地唱着最后一首歌 歌曲唱完后 每一个人都在等待自己的亲人 深深的拥抱替代了千言外语 时隔多年 真慧再次见到了谜语 他深深拥抱了她 之后就是挥手告别 谜语的仰母 给了真慧一本 记录谜语成长的相机册 在车上的真慧气不成声 将照片报警 日子一天的过去 死刑也如期而至 温叔奶奶要被执行死刑了 在最后一刻 来到女儿的家里 看到女儿最后一眼 他们在一起吃了最后一顿饭 一起睡觉 在这之后 迎来的便是最终鬼祟 由于我们看似还不知情 都在为温叔奶奶母女相认 而搞得高兴 而温叔奶奶 也选择不告诉他们 直到狱警来带走温叔奶奶 他们才意识到 温叔奶奶即将要离开的事实 所有人都依依不舍 但温叔奶奶却像一个母亲一样 安慰着他们 最后 珍贵他们用歌声 为温叔奶奶送行 电影到此告一段落 本片是韩国电影和声 虽然电影故事结束了 但我们的悲伤 却还在继续 母爱是伟大的 无论生出怎样的困境 威母则刚 人又是生而平等的 每一个人都应该获得尊重 这些女犯人 在参加和尚团之后 重获牺牲 在一起 重新实习生活的希望 这是一部非常温情的电影 老油条 我十分推荐本片 好了 本期就是这样 我们下期再见